我在上個星期六跟四位專家開了會 都有提出這個時候適合加強我們在社區的檢測 從而去找出我們還有沒有隱性的病菌帶菌者 從而可以提早發現這些個案 提早隔離、提早去治療 就可以減少在社區傳播的風險 現在我簡單講講在公營系統的檢測 我們都是不斷增加 隨著在香港兒童醫院和兩所大學醫學院 增加了檢測能力 我相信去到下個月我們是有能力每天做8000 但今天如果你單某一日看 我們都曾經做過7、8000 但那個是不能持續的 因為是需要24小時同事不斷做 但希望增加了這些儀器和人手 我們在下個月公營的部門可以增加到8000 應該可以應付到衛生防護中心在管理這次疫情方面的需要 即使有些突發性都可以應付到需要 現在跟大家講的是私營機構 我們已經成功地接觸到 亦都安排到一些私營機構的檢測服務 有人提到我們要找外援 尤其是內地非常成功的大規模去做檢測 現在我們兩間都是內地的機構 已經差不多談得七八八 就會盡快啟動每天可以做很多檢測的設施 我們認為在私營機構爭取到的病毒檢測措施 可以先是適用於一些比較高風險的群組 這些高風險的群組包括以下四類 第一類就是安劳院社的員工 這幾萬的員工我們希望能夠更加有保障 讓我們知道他們有沒有感染 第二類就是食肆的員工 第三類是的士司機 第四類是物業管理的員工 估計這四類都已經會超過四十萬 所以要很大的檢測能力 才能夠在一段相對比較短的時間 可以為這四十萬的員工 提供到這個病毒檢測 由於這個病毒檢測是為了政府 去瞭解社區的感染情況 是免費為上述四類人士提供 所有的資源是由政府提出 提供的 都是來自我們的防疫抗疫基金 相信都是數以億計